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繼續回來《要財財經》台的直播環節 來到直播時間 這節我們會開通我們的電話 如果你們想問股票問題的話 爭取時間打給我們 電話是204-6566 電郵地址是askbschannel.com 至於我們的嘉賓 就是我們的事務總監國師志郭Sir 郭Sir你好 你好 先和你跟進一下大股市方面的表現 看到今天來說的大股市 雖然指數向上 但動力不算太高 之前升幅百幾點 現時這刻升幅稍微收窄 升36點 最新報23252點 大股成交暫時有242億多 至於國企指數方面 最新升7點 最新報9578點 講過後市情況 怎樣看呢 郭Sir 之前大家都怕上升熱口要補回 其實見到昨天這兩天跌下來 其實變相都補了這個熱口 現時在20天線當中 有沒有力再上 還是說還有調整的壓力呢 指數呢 暫時來說 今天有少少差異 因為美股跌了258點 很大機會杜敬斯市數 是會跌穿一度中期的上升軌 但港股今天反紅期度 有少少偏穩 不過整個中期消化的形態 根本上沒有改變 所以暫時的看法 我對港股的看法 都是比較保守 我仍然認為 經過12個星期的上升之後 最低限度有兩三個星期的消化和整股 排除後市仍然會進一步向下穩低位 好了 轉頭再跟葛Sir詳細說大致方面的情況 先聽聽嘉玲觀眾的電話 電話方面接通了 就是有位黃小姐在這裡 黃小姐你好 你好 請問什麼股份 我想問問葛Sir的323 他這兩天好像跌得很低 請問葛Sir的看法是怎樣 得普科技 本身自己有沒有貨 有 什麼價位有貨 0.26後貨 0.26 好 暫時在捱價 做1.7元 跌1.4元 見到最新消息 是得普的主席和同名的人 被申請破產 見到現時股價有急跌的情況 跟他的主席是同名同姓的人 申請破產 其實是否真的他呢 或者暫時來說公司還沒有回應 應該怎樣做好呢 股價出現大跌 如果有 2.6元 買的 第一件事 你當然是投機 純粹是短炒 很難說的 因為一般人 如果你是投機炒賣 都是打算贏的 不打算輸的 但有沒有想過 他跌到1.5元 反彈上2.5元 2.6元 然後又再反覆回落 即是說在反彈當中 只是這個反彈 你是最高價那裏不來買的 或者是接近最高價 因為最高是2.8元 你買完回來 2.8元 你會走 2.9元你也會走 跌穿2.5元 2.4元 為何不走 不一定贏 如果贏幾個仙我就走 輸幾個仙我就不走 一路等 好了 現在等到同名同姓的人 被申請破產 股價亦不明 我看他會再試蠔耳子 甚至會留下 暫時的看法 真的很保守 再說 在過去一段時期 股價一直都是2.5元 其實整間公司 那一分鐘市值150多億 之後 突然間 某日 一聲一個大跌 兩三日之內跌到蠔耳子 即是說 2.5元的股票 跌回到1.5元 你想想 高台買的殺傷力大得多厲害 但反為2.5元買的人 不是太多 2.5元在2.5元反彈的 是很多很多 不過純粹反彈 贏你就走 輸 為何你不走 現在這分鐘 如果你問我 我都認為要指示 不過捨不捨得 就看你自己 如果你是輸2千元 你不走 到最後你可能輸1萬輸 或者輸8千或者1萬2 一定比你估計為多 第一就是不要混 因為消息不明 第二 下次炒賣世家股 你贏不緊要 輸的話 最重要就是學會指示 如果不指示 除非你說買得不多 或者有一個心態 輸到沒有了 我都不緊要 那就沒什麼問題 如果不是的話 還是小心點 好點 可以嗎 黃小姐 謝謝 謝謝 好 多謝你電話茶商 下次再談 拜拜 郭Sir 和你再談 港股方面的情況 其實 看到大家都是 觀望的氣氛比較濃厚 內地方面 就是放假期的因素 至於外圍方面 都繼續看 美國會不會加息 其實在外圍環境 比較不明的情況下 其實港股會不會 繼續在高台上 有一個反覆的情況 可能會繼續響下 很大機會 會的 因為整個大市 已經是升了12個星期 由19,662點 升到上去今個月的高位 9號的高位 24,364 是升了4,702點 第一 整個續沉頂形態 基本上已經是轉弱 因為恒指已經是跌穿10天平均移動線 而且正在好像想試二十天線 今天是第三天跌穿10天平均移動線 亦都意味著 整個不斷向上沉頂的中期走勢 已經是轉弱 現在的大市正在進入一個 中期升後的正常消化和調整之中 升了12個星期 由6月24日到9月9日 如果大市處於一個 中期升後正常調整 兩至三個星期的消化期是很正常的 即是由9月9日拉下去 很可能去到9月底才會找到調整的低位 這是次其一 第二 就是9月份的大市 直到這一分鐘仍然是先低後高 低位是1號的22,843點 高位是9號的24,364點 今個月的升幅是有1521點 在七個交易天之內升了1521點 我覺得是急的 尤其是在一個比較高的水平出現的升勢 大部分的買盤都是投機性的 既然是這樣的話 投機的賺錢你會走 輸的你也會走 所以大市已經暫時欠缺了上衝的力之餘 是有機會在回讀沽本和指示沽本主導之下 進一步反覆 當然下跌的步伐未必會如所想 大幅下跌 好像昨天美股跌258點 港股相對來說比較硬朗 就是這個原因 但是由於指數已經在試著20天線 而且經過這個星期一的下跌 遺留了一個比較大型的下降裂口 頂部是23,914點 底部是23,625點 這個裂口是處於一個高台 簡單來說 恒指一日未能夠收復下降裂口 技術形態還是偏弱 尤其是現在這一分鐘 已經跌到一個比較接近20天線的水平 一旦有少許撞穿 技術上來說 進一步下降會回復50天線都不頂 不過剛才我提到 整個中期升浪升了4,7802點 如果調整三分之一的話 第一個位或者下望的技術上調整低位 應該是22,796點 問題來了 剛才我提到 今個月的低位是9月1日22,843點 如果市真的調整三分之一的話 是會下市今個月的低位 這點大家要留意 因為7月份的市是上升的 8月份的市都是上升的 到9月份暫時都是上升的 是連升三個月的 但如果到最後指數是跌穿9月1日的低位 令到今個月的市出現一個先高後低的話 情況就不利於10月份初大市的表現 現在很關鍵的 距離22,796點 其實不是差很遠 我自己認為 後一個階段的市始終還是看好 但你升了12個星期的市 調整兩三個星期是很正常的 希望調整的幅度不要太深 謝謝郭老師詳盡分析 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先和郭老師做申報 提及他的股份 或者指數的相關資產有沒有持有 是沒有的 謝謝你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將會是展開即市功能 和大家跟進最新的市況 想聽郭老師說的大事的話 就不要走開了 稍後見